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汽车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由钢筋铁骨打造而成 但是汽车也是消耗品 随着里程的增加 汽车的各部件都会磨损掉漆生锈 而当一辆汽车的核心部件 发动机彻底损坏时 基本就意味着这辆车完全坏掉了 这时车主们会心安理得地换新车 迎来新的外表光线练力 钢筋铁骨轿车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翻新一台旧发动机呢 如今有一位牛人就这样做了 名副其实的行动派 拿出一台完全成就了的雪佛兰V8发动机 整个发动机不管是内部还是机箱都秀意满满 遍布机油污迹到处都是脏兮兮黑区区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台发动机基本是报废的 牛人开始手动拆卸发动机 完全打开整台发动机 每一块零件钢板甚至小螺丝钉都不放过 工作认真细致 当把一台发动机全部拆完之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打磨抛光 零件不能正常运转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表层有厚厚的锈 那么除锈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的零件可以用机器除锈 小的零件就必须一个一个打磨除锈 最后抛光 零件上的机油污渍也要一起洗干净 这一步的工作繁琐而细致 最后重新组装 可能拆起来比组装容易 组装发动机需要借助很多工具 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充分了解发动机的内部构造 一个零件的安放都不能出错 这一阶段十分考验技术也是核心环节 当完成组装后再给发动机内部打上新的机油 外层表格碰上新漆 由此一台崭新的发动机就诞生了